西班牙安倍赛报网站5月16日发表题为 争夺世界经济主导权的决定性较量 作者为亚利克西亚科伦巴 文章编译如下 这会是一个帝国的终结吗 几十年来美元一直保持着无可争议的霸权地位 而在那之前英镑甚至西班牙银币都曾有过辉煌的时期 但现在风头正进的是中国的人民币 它正缓慢而有条不紊地提升自己的影响力 并将事实证明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 美元的主导地位也是如此 人民币将美元发起了颇有耐心的挑战 中国有自己的一套策略 并将技术作为关键助力 数字人民币的先锋性理念也有助于其影响力的提升 一场数字货币竞赛正在展开 没有哪个国家愿意落在后面 未来数字美元将与数字人民币展开竞争 种种现象都反映了那些想让话语权更符合自身利益的国家的去美元化趋势 拉丁美洲和非洲正在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产油国接受用中国货币而非美元进行贸易结算 这预示着像石油人民币的一种转变 在这种转变的背后 你可以听见收银机发出的叮当声 此外乌克兰冲突也起到了催化作用 接下来的几轮比赛应该不会出现一方被击倒的结果 而是会在较量的不同时刻突然哪些竞争者被削弱 哪些又得到了加强 目前的领先者美国无意让步 他还不想把群体手套挂进陈列柜里 而欧盟作为一个旁观者 其行动能力和影响力都已落于后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指出 尽管全球范围内使用美元和欧元以外的货币 进行跨境支付的情况仍然有限 但快速的技术变革或地缘政治变化可能会加速 向多极或更分散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性转变 西班牙ICADE商学院的金融问题专家 路易斯·加维亚指出 围绕数字美元和数字人民币正在发生的事情 可以被视为经济战的一种隐喻 加维亚说 印钞能力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实力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因为如果我们把世界比作人体 货币政策就是心脏和血液 研究股票市场的专家拉蒙·卡辛尔达·贝哈尔指出 美元目前挣扎安全 但我们认为中国已经为这场较量设定了长期目标 西班牙IE商学院的教授贝尔南多·科蒂尼亚斯 认为 美元仍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作为储备货币 因为美国仍是军事强国 而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用美元进行贸易结算 科蒂尼亚斯说 但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 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将会被削弱 这是美国经济治理不善的结果 在外贸方面 美国的进出口之间呈现负贫衡 另一方面 它还有国内的公共支出赤字 尤其是巨额的军费支出 Music